首先我先謝謝院長 我有聽到本席跟國民黨團的呼籲 就關於學貸能夠免雨升息 以及我們在青年的購物首購 有所謂的減半升息的部分 讓我們的青年能夠比較不要受到通膨 以及我們央行升息的影響 不過在這部分我還是要請院長再注意一個部分 就是因為在居住正義的議題上 我也建議可以對於首購族 也能夠給予就是升半息 就減半升息 我覺得這可以讓首購族 然後讓二屋多屋的 你可以用重稅重利 這樣才能夠造成說我們的房子是未來居住 而不是用來避稅 或用來做誰的炒房以及我們所謂的投資 所以這一點就麻煩院長 然後再給我們做相關的考量 那今天我們就先回到整個教文的質詢的部分 剛才我聽到有回答呂依林委員的部分 請問哪時候才會宣布 下個禮拜一禮拜一到禮拜五都是下禮拜 這個因為疫情隨時在變化我們緊盯著 然後現在覺得因為都是輕症 所以相關的這些會朝這一個方向來調弄 院長所以說 只是在變化嘛 所以我就說病毒也不會週休二日啊 病毒不會週休二日沒有錯吧 我們的決策啊 永遠都慢過病毒的速度啊 所以現在都已經知道是這樣啦 那也說可能要來討論了 我相信那就趕快討論啊 不是討論天天有時候一天還盤好幾次 像指揮中心常常也在週休二日的時候 開記者會大家都知道的 你知道今天喔 已經有家長跟我澄清說 學校通知喔 每個小學生要帶個大袋子到學校去耶 你知道做什麼嗎 隨時可能要停課喔 把課本裝到大袋子帶回家 那家長覺得說 這要逃難是不是 這樣帶個大袋子 所以我說這到底我們決策是什麼 能不能快一點 還有一個啦 我也建議說衛福部找教育部之外 他要找地方政府一起討論 而且請不要分藍綠可以嗎 這個是找地方政府 為什麼那天我報告後 其實我非常快速 我們也跟指揮中心在討論 那也在收集地方政府的意見 地方政府在第一線 他也提供很好的 所以我們會儘快的 會整之後來公布給校徒團 我相信他們也很樂意 要周修二月 就是現在趕快收集意見 趕快做決定 在這兩年多來非常緊密的 大家都是用同樣的一些態度跟立場 如果有共識之後 我們就儘快執行 所以這兩年校園防疫 其實是中央跟地方一起很努力 一起努力 但是現在就因為 一下就說可能會鬆綁 但是到底怎麼鬆綁 家長也會擔憂嘛 再加上剛才有聽到一個 院長要謝謝你採納 的確我們在觀察 不同的學層 我們也希望要有不同的考量 因為終究國中以下 國小幼兒園是沒有打疫苗的 那我們也看到在報導上面 的確有打疫苗 輕症會比較多 所以對國小幼兒園 要怎麼樣來做一個防護 以及說如果鬆綁之後 怎麼確定校園 不會造成大幅度的群聚的感染 我們要如何來做相關的管控 這些都必須要做配套的 所以我們希望請問 大概什麼時候會有答案 委員的意思就是說 希望快一點 對啦 要快一點 今天有139間 應該都長了 139間了 應該也這樣 然後地方因為又做法不同 所以還有一個就是 因為高中大家知道 會有所謂的共同生活 就學圈 如果有可能的話 我們也希望 要給地方一些彈性 但如果可以用像高中 我就說雙北跟基隆 就是一個考區嘛 所以呢 他的停課的方式 能不能也比較趨近於遺養 像這些我都建議在討論的時候 就剛講學層之外 還有他的共同的就學圈 我覺得都可以比較緊密的 做一些相關的討論 院長跟部長可以答應嗎 我覺得 我覺得這本來就應該這樣 往這一方面也都應該加入 這一些 確實要這樣 就像我們剛剛講 央行升息沒講 你也沒有差異化 所以這都應該要差異化 再來我要提一個請問一下 因為其實指揮官也說了 到六月疫情單 我們都知道不可能會停 所以請問一下 防疫的我們的相關特別條例 會不會延長 會不會再度延長 因為疫情不會停 所以大概會往延長來走 所以我們的特別條例 會往延長來走 對還在疫情中 所以還會再辦追加預算嗎 如果延長的話還會辦追加預算嗎 現在會在整個在盤 應該到目前往這一方面再走 那會不會追加會整個盤 會整個在盤 那所以也就是說再來 像現在整個清症快速增加 所以像防疫的補償這些 如果特別條例延的話 就代表他都會繼續對不對 包括說一些可能影響比較大的產業 可能相對的還是 經濟上會受到一些影響 那那部分你們都一起做考量嗎 因為現在已經四月嘛 本來期間到六月 看起來疫情不會這麼快結束 還是繼續再走 相關的這些都會整個來盤 所以變成 但是剛剛您的回答說 已經特別條例應該是傾向會再延 對 因為疫情看起來 六月以前不會嘎欄全部停止不會 那繼續再走 不過變化很快 那相關的會整個盤 對 不過院長我還是要提醒 之前其實已經舉債八千四百億了 如果說再還要編預算 我們這件事希望錢要用在刀口上 所以這個部分我覺得都必須要 為未來子孫必須要做相關的思考 再來最後要問一個 班班又冷氣的問題 就院長帶你說今天兒童節呢 是誰最好的禮物就是班班有冷氣嗎 其實您知道在你做決策之前 部長就很清楚 包括我啦 還有好幾位 包括跨黨派 一直都在早就主張班班有冷氣 還主張說電費要由中央來做補貼 當時的教育部都告訴我們說 就算裝了冷氣地方也沒有錢啊 所以一直都是比較是抗拒喔 所以在這邊還是要公開感謝您的精孫啊 在最後臨門一腳啊 讓這個決策可以來確定啊 但是呢 我還是要請問一下 在高中 因為你請看 請院長看一下 我們班班有冷氣 包括電力改善 是連高中值都包括在裡面的 都包括在裡面 那請問院長為什麼班班有冷氣 是包括高中值 但是在電費補貼 又把高中值排除 為什麼 院長可以回答一下嗎 因為你既然班班有冷氣 高中值也裝了啊 那難道高中值學生就沒有吹冷氣的權利嗎 還是他就是要自己付錢呢 那為什麼 我覺得為什麼 既然12年 我知道部長一定給你打PASS說 因為那是義務教育嘛 我就是對不對 所以你戴口罩一定 院長你回答是這樣 但是因為12年國教嘛 12年國教我就說 大家幾乎要念都念啊 那你 而且我就再次說 班班有冷氣 既然是做到高中值啊 那為什麼電費補貼 又把高中值排除 院長你可以說道理給我們聽嗎 所以這就是好人難做 你看看 我們在裝的時候 就因為有些高中值 其實八成以上都有冷氣了 但我們就說 有些 我們就盡量幫忙給他也一次裝了 是這樣 那至於電費 那從來就是電費的優待 都是算到國中小 是沒有算高中值 像這一樣啊 我們優惠 優惠電價 優惠電價一樣只到國中 對 高中沒有優惠電價還要自己付錢 對 所以我覺得這部分就是 既然我們講12年國校就講假的嘛 說假啦 說假 你就讓高中生就是一定要負擔那麼大 然後呢 那我能不能請問院長 請問一下 那般有冷氣說要這樣 完全中學怎麼辦 完全中學有國中有高中啊 你給的錢不夠多狀之下 像以台北市為例說 如果錢不夠要學校自己出錢 由學校自己的場地開放啊 過或各方面自己出錢 那全完全中學有國中有高中 學校收進來的錢 為什麼是國中可以免費 高中學生就要交錢 你可以告訴我道理是什麼嗎 可以告訴我道理是什麼嗎 我一樣到了專科教室 就是國中生就不用付錢 高中生就要付錢 你認為這個道理是什麼 在完全中學 然後呢 你給的電費不夠 所以要花學校的錢 那為什麼要花學校的錢的時候 國中就不用繳錢 高中學人需要繳錢 請問到底是什麼 你可以告訴我嗎 或者你跟家長們說說 這個道理是什麼嗎 前一段委員才在感謝 其實幾十年來沒有辦法做到的 斑斑油冷氣 我們用盡了努力把它完成了 這是第一步 那現在連電費啊 修上會也都幫忙 那就是在國中小 那委員當然希望 通通連高中都有 那未來可能連大學也都有 等等 不然大學你們有裝啊 我剛剛講的是說 高中職你有裝了 斑斑油冷氣嘛 這個同一個政策 同一個政策 那為什麼到電費 就有不同的待遇 還有我剛剛講就是說 那我們一堆完全中學 你這不是讓家長們 造成他的對立嗎 不會啦 不會啦 我跟您報告 我現在的問題 都是家長或學校端 跟我反應的問題 我才會拿出來直選 好不好 所以我希望一定 我在這邊沒有一定要 您現在給我答案啦 但是我只把這樣子的一個矛盾 提出來請行政院 您這邊再來統一做一些討論 包括呢 現在有關於 我們只給四個月嘛 五六九十 您知道下個禮拜啊 有沒有看 以台北市為例 下半五天有三天會超過28度 最高溫 其實三月就有天氣超過囉 所以呢請問一下 我知道部長就在講說 其實熱的就可以開啦 對不對 我們的注意事項就是這樣 你的指引是寫五六 我們當然要補助 一定要有個計算的基準 所以用五六九十 是一個計算基準 才能夠說補助的時候 因為委員最關心 最怕支牙是到時候沒有補助到 這一次委員當時也在反應 確確實實都會算到 這當中我也跟委員報告 這也有點彈性之下 我們也外加百分之二十 就是讓學校在應用上 除了要考量節能啦 真的熱了也能夠去使用 或同時普通教室跟專科教室 同時再上 所以這一次也謝謝院長這邊支持 除了照標準計算 還有百分之二十 還是大家要謝謝說有答應 但是我今天要反應就是說 因為我們第一個是 因為算四個月而已 可是呢學校報告上屋頂 它其實溫度有時候就變得很高 因為它整個日曬的狀況 再加上呢 現在因為全球的氣候暖化 事實上也不是這四個月在熱啦 還有一個呢 因為我們一度 院長可能因為這有點細 待會兒要反應一下 你是用2.82元來算啦 但是大型學校基本上一度電費 遠遠超過這個2.82元啦 所以我以今年來講 但是我就觀察一年 可是現在學校的反應是說 因為中央既然說很有 院長說電費我中央來出啊 但是現在要跟院長報告 可能不夠啦 不夠啦 就我剛剛講的四個月 還有就是包括剛剛講的 可能大小型學校在電費 算出來的是不一樣的 還有一個呢 我們算班級數的部分 但是這次我要幫特教生請命 你們有算到集中式特教班 但是沒有算到會抽離來上課的資源班 像台北市有可能一個學校 資源班就六班七班這麼多耶 結果他們呢沒有算在裡面 這些都是我們在討論的時候 我覺得可以更細緻的 包括我剛剛講特教生的這些權益 是不是都能夠寒闊進來 所以是不是請院長能夠讓 部長也跟地方政府 在這次補助之後 我們可以再來檢討一下 到底怎麼樣的補助 是可以讓地方更到位 否則因為現在我們當然很好 都不用跟家長出錢 不讓家長出錢 但不讓家長出錢 如果地方錢不夠 最後還是用到是學校的錢 那需要錢本來是做某個教育的用途 你就變成是做別的用途去了 變成要去付電費了啦 就變排幾套他原來要用的教育用途 所以院長是不是可以答應說 在這次run完之後 可以再檢視一下地方上 實際用電的狀況可以嗎 很謝謝院長這個委員 這樣子的執行非常好 一方面肯定有做事的同仁跟做法 而且另外一方面 把還有些應該要注意的 更提出來指教 那我們再來請執行的單位 這現在開始做了 碰到這些以及委員認為 還有再加強改善 那我們整個盤點再來看 怎麼樣做讓大家更滿意 謝謝委員 我覺得委員提出有哪一些方面 我們還沒有做的確實很好 我們都把基層的反應 我們都講出來啦 從哪些方面 因為這部分發生 因為部長也帶過地方 這就是民意反應嘛 對啊就民意反應 所以這樣的話我覺得 好謝謝林委員 謝謝林委員